你好 我是陈凤馨 很高兴在周末的时候 跟大家聊聊天 谈一谈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我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 昨天台北股市大跌 我想真的是吓坏了很多的投资人 其实这是预料中事 因为在我们礼拜三礼拜四 因为台风而休假的这一段期间 你看到美国股市 从台北时间礼拜二晚上开盘 所以我们理论上应该礼拜三反应 可是结果美国股市 从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以科技股来说都下跌 尤其是美国时间的礼拜三 科技股的重挫 更是影响到整个亚洲的科技股 还有欧洲的科技股 当然礼拜二跟礼拜三 尤其是礼拜三 美国科技股的重挫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Alphabet 还有包括了特斯拉 这是美股的科技七雄当中 最重要的两家公司之一 那么它的财报 其实特斯拉的不如预期 对我来说我觉得是预料中事 因为目前看起来 它在汽车这个行业当中的竞争力 其实遭遇到了极大的问题 一方面电动车的前景 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二方面 其实不只是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还有包括了韩国 比如说像现代集团 然后奇亚集团 还有包括了像是欧洲的BMW 他们在电动车上面的表现 也都是很快速的崛起 所以面对的是各方的竞争的情况之下 那么对于电动车 美国又有点卖不动了 所以特斯拉的营收获利 各方面的表现不如预期 对我来说反而是意料中事 但特斯拉的股价大跌 另外一个则是Alphabet 我觉得Alphabet的这一个股价大跌 那么比较是我们更需要去细思 对于台湾科技股的影响 究竟是什么 Alphabet其实交出来的营收获利的成绩单 是比华尔街的平均预期要来得高的 那么但是市场就很挑剔 第一我之前其实跟大家提过就是 每一次当你的财报预期过高的时候 市场就会变得过于挑剔 它要挑剔你 你的财报在亮丽的背后 有没有其中有一点点的不如预期 或者是那么可能会有些隐忧的 都可能导致市场的信心上面的劝缺 而出现的下跌 那以Alphabet来看的话 它就是YouTube的广告收入不如预期 但还有一点 它对于未来的获利提出了一些预警 包括了它可能要征聘更多的人才 还有包括了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些折旧摊题 最近它的投资相当的多 第三个是因为AI的需求还是相当的大 所以它必须要提出很多的资本支出 请注意 它所提出来的这一些要支出的项目 不管是人才要多征聘 然后或者是资本支出要多投资在AI 过去对于美国股市 其实是有正面激励效应的 就投资人买单 你只要投资AI 拍拍手咕咕掌 很好很好很棒棒 但是这一次Alphabet所提出来的 资本支出的大幅度增加 还有要在人工智慧的上面 那么征聘更多的人才 这件事情上面 市场已经不买单了 反而提出了疑虑 那个疑虑就是 你们现在增加了这么多资本支出 未来还要有折旧摊题 这一大堆的这些支出 到底你们有没有获利 我们就要回归正传来看 台湾现在科技股 真正面对的压力是什么 其实我一再的提醒 就是台湾的科技公司 他们的竞争力是没有问题的 我其实一直非常相信 台湾这一些科技公司的竞争力 以及他们的灵活调度能力 配合市场的能力 这方面我觉得他们经过了 二三十年的训练 其实这方面的能力 首屈一指 这就是当OpenAI 那么横空出世 然后你看到NVIDIA开始 它的人工智慧的晶片 那么大受欢迎的时候 我就说台湾的这些设备 硬体厂商们 那么他们所提供的这一些 硬体制造能力 那么未来将会是有一个 很大的一波营收的来源 因为任何滔金时代 现在这种滔金时代 就在你在科技股上面的 滔金时代 你所需要的工具 就是那个滔金的铲子 这些工具你都逃脱不了 要透过台湾的这一些制造业 它才能够提供你最好的 最良好的这一些设备 也就是最好的滔金铲子 所以这就是我们很重要的 不可或缺的一个力量 但是如果今天 这个滔金梦发现 前面的梦 这个族的梦太大了 而在这么大的一个滔金梦 每一个人可能手上都买了 太多的滔金铲子 可是结果呢 好像还没有办法找到 真正的金矿 还没办法滔金的时候 大家就会停止买铲子 一旦美国的这一些科技大厂 停止买铲子 或者它买铲子的速度 开始放缓 以前要买十根铲子 现在可能放缓只要买八支 或者甚至买五支 三支 那你可以想象 后面真正制造铲子的公司 它的整个的获利跟营收 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台湾的科技股修正 其实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 那么真正在最前缘 买铲子的公司 会不会开始出现反转 到目前为止 我先说到目前为止 我还不敢说它已经出现反转了 我们先把它视为 就好像在四月中旬的时候 大家把这个现行图拿回去看一下 在四月中旬的时候 当时也曾经出现过一波 那么当时公布财报完了之后 虽然财报优于预期 可是市场的心态非常的挑剔 以至于公布完了量力的财报 反而股价是下修 当时在四月中旬也曾经出现过一波 但是等到整个的挑剔心态 挑剔到最后发现 你实际上面获利就是很好 又开始出现了一个V型的反转 当时四月的时候曾经在第一季财报公布的财报季 也出现过类似的修正 然后接着V型反转 这一次会不会出现修正V型反转 我觉得关键点就在我刚刚所说的那一个买产值的心态 有没有出现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这一个礼拜 我特别关注的是 Alphabet在人工智慧方面的这些资本支出 市场开始心态上面变保守 然后不买单 我比较担心这件事情 所以下个礼拜包括了像是Meta 微软 然后亚马逊 那么这些公司 还有苹果 因为这些公司他们都会有关于人工智慧的资本支出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在财报当中所显现出来的状况 我们要细腻的去观察 在美国的资本市场里头到底对于花钱在人工智慧上面去做军备竞赛 去做资本支出 到底市场买单或者是不买单 因为我们必须很诚实的说 在目前为止你大量的投资人工智慧的这些资本支出 其实就获利而言还不成正比 那么所以那个获利模式什么时候出现 它能不能够跟那个我们逐出来的很高很高的梦去相配合 现在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到目前为止 因为美国的科技厂逐这个梦 他们逐这个滔金梦需要产子 所以我们制造产子还可以有很大的获利 一旦有一天他们认为他不需要这么多的产子的时候 才是我们真正修正的开始 因此现在需不需要恐慌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追在最高点 那我也没办法 因为我已经一再的提醒就是 突破了两万两千点之后 我就提醒大家也许可以拿获利的部分来投资 而不是全欧印 因为终究它其实就估值而言有点偏高了 那这样子在偏高的情况之下 你还要把所有的资金全部投入 其实确实压力是大的 好 那如果说不是那你只是拿你获利的部分 去做这一段的这一个投资的话 你心情应该可以放轻松 我们可以仔细的去观察 下个礼拜美国科技公司当中所公布的财报 有关于人工智慧的资本支出 市场到底买单或不买单 如果市场就像我上个礼拜 对于Alphabet那样子的一个挑剔 你的资本支出无法获利 那既然如此的话 你还要投入那么多的资本支出吗 一旦资本市场 对于人工智慧的这一些投资 从赞赏 然后激励 然后投入 然后改变成为负面 然后唾弃 然后甚至于要卖出的话 那么一定会影响到这些科技大厂 他们在人工智慧的这些资本支出的行为 那这些资本支出的行为 一旦开始变得保守 然后变得观望 那对于台股来说 我们很多的科技公司 我们其实就是制造产值的公司呢 我们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个时候就算第二季的获利再亮丽 但对不起 它可能意味着是 未来的第三季第四季 要能够有很好的表现 其实呢不见得能够真实的出现 好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谈的 其实就是这个梦 在形成的过程当中 一开始梦一定会堆得很高很高很高 但后续呢 大家会面对现实 也许这个梦所吹出来的泡沫 会有一些些的消除 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不要因此看坏台湾的科技制造能力 因为最终 人工智慧以目前的发展 它是会改变人类的 那么所以人工智慧的投资 就长远来看 它就是一条很长的向上的曲线 在这条向上的曲线过程当中 一开始可能梦足得太高 距离曲线太远 但是等到它拉回来了之后 它可能会过度修正 以至于它跌破了 这个长期向上的曲线 但最终 人们终究在人工智慧上面 会找到它真正的获利模式 而当它找到了获利模式的时候 它就必须要长长久久的去投资 有关于人工智慧方面 所需要的这些器材也好 工具也好 就是这些涛金的产值 所以也许我们会面对一波 比较大幅度的修正 在这一波的修正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是短线 如果你的资金在未来一两年之内 就急着有所需求的话 那你要很快地做好你的停损的这些 相关的这些准备 但如果你的想法就是 我看好那未来二十年 其实这个整个制造能力 在人工智慧时代里头 它就是会获利的话 你看的是这一条很长线的 不管它曲线是角度 三十度的这个曲线 或四十五度的曲线 你看好这个曲线的话 反而是对这一些定期定额的投资者 我反而要提醒 就是不要被恐惧影响了你的情绪判断 定期定额 那么这种小额投资的定期定额 你努力做好你自己的专业 让你的薪水可以有所增加 但定期定额的投资法在 这个时候不要因为恐惧而停扣了 当然这个定期定额你选择的标的 一定必须是以指数作为你的标的 而千万不要以个别的产业 作为你的标的 那这样子的话 那么全世界最厉害的企业家 或者全台湾最厉害的企业家 来帮你赚钱的这一种ETF 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散户投资者来讲 我认为还是有利的 但你要保持着心理准备 就是万一它出现了修正 修正的幅度可能很大 你要忍受得了那一个风险 然后忍受得了那个恐惧 那么最终就长线的曲线来讲 所有的统计资料都显示 其实耐得住这种恐惧 跟贪婪的投资者 才会是最后的赢家 所以怎么去判断科技股能够止跌呢 就看对于人工智慧的这一些资本支出 市场到底还买不买单 这是判断台湾的制造业 还能不能够继续在这里面 享受人工智慧的光芒 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但就更长期的投资者 尤其是很多其实都是散户 小额的投资者 或是你是年轻人 尤其是经历这些修正 心理压力一定会很大 但你必须要忍得住 这些心理压力 就长线来看 10年 20年 30年来看 我还是看好台湾的制造业的发展 那么这些呢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情绪上面 更加稳定 好的 我是陈凤鑫 很高兴在周末的时候 跟大家聊聊天 然后分享我的一些想法看法 希望我们下礼拜再见咯 拜拜 我是陈凤鑫 我来带风向 我是陈凤鑫 我来跟风向 现在最重要的风向 就是要订阅雅虎TV 雅虎TV是研究机构评鉴 台湾最有影响力的国际评论频道 风向龙奉沛在雅虎TV 记得按下订阅键 YAHOO 呀 苏 凤鑫 vapor